当浴室里其余的工程都完成了以后呢 就要彻底的清洗一次 然后呢把防煤胶封起在截具和瓷砖之间的施工缝 直到完全交付使用才行 不过在交付使用之前 还要检查一下所有的截具有没有刮花或者是损坏 如果有的话要马上更换呢 浴室里面除了有刚才所说的基本截具之外呢 一般来说都会安装一个气体热水炉 热水炉分为煤气和石油气两种 不过安装的方法大致上是一样的 总之在胶筑混凝土之前 一定要预留孔口来安装热水炉的排烟道 预留的孔口呢 必须符合物与署条例和热水炉供应商的要求 那才行 如果使用的是煤气热水炉的话 会由注册气体承建商负责安装和连接冷卷 热水管 为了方便日后维修和防止热水倒流 每个煤气热水炉都会与冷水管安装一个指挥法 它的英文是 non-return valve 你真聪明啊 而且一定要有slim胶部安装 还要记住不要弄累的水管和思扣连接 另外呢 连接软管的时候 记住要放胶垫圈 当热水炉的冷热水水管都安装妥当之后 气体承建商就来做表面检视了 这还不行的 当供水系统都完工以后 气体承建商还要负责通气测试热水炉的运作 检查一下接好的水管有没有漏水 同时要检查一下热水案管会不会因为热胀冷缩而出现漏水的现象 完全没有问题了 那才算是合格了 既然说了气体热水炉 当然得说一说电热水炉啦 工程师在选用电热水炉的时候呢 一定要确定电力供应与电热水炉的用电量是互相配合的才行 你说的对 电力开关法要安装在浴室外面 同时电热水炉一定要有合格的技师 按照生产商的安装说明书来安装 温度感应器和压力感应排放法 必须安装正确 千万不要自行改装啊 这样才能保障工友和住户的安全 最后要说一说洗衣机的集水和排水位置了 一般来说洗衣机的排水位置 一定要适合各种类型的洗衣机 是啊 而且洗衣机的集水水龙头位置 距离地台的高度 要依照水务局条例 那才算符合标准的 一切就绪之后 在交付使用之前 承建商当然要检验所有的拮据和配件有没有损患 如果哪个部分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更换和修补 直到满夜为止 这才算是树立最佳标准 楼房素质高 说得对 如果工地上的每个工友 都能够尽力做好刚才我和国强说的每一个工序 这样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 我和国强知道 知道 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